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盛某人 前几天发的利明冰封幻境360的那期视频 我看了一下评论和弹幕 总的来讲,广受好评 看来利明的产品在玩家们心目中的口碑的确不错 大家也知道,利明是专门做散热的厂商 他们刚开始是做风冷起家的 利明的FS140双0双塔散热器 在京东上稳居利明销量第一的排名 但带来的内存兼容性也是受到了一致好评 但是今天我们不讲FS140 我们为大家带来利明新款 好称绝双刺客的PA120 这款散热在京东上面的价格是219元 首批的30多条评价 好评率也达到了百分之百 首先我们简单的开个箱 普斯的纸箱上印着利明20周年的标志 内部被白色珍珠棉包裹的就是散热器的主体 配件盒被夹在中间 两把风扇放在旁边 现在你们看见的就是包装内的全部配件 分别是一个散热器主体 两把TLC12风扇和一个配件盒 配件盒里面是一根风扇一分二线 四个风扇扣英特尔支架一对 英特尔背板一个 英特尔平台螺丝四个 115X螺柱4个 20XX螺柱4个 AMB支架一对 AM4螺丝四个 AM4胶柱4个 还有一支TF7导热膏 最后就是说明书和产品保修卡 散热器搭载了两把利明自家的TLC12PWM风扇 最高转速1500转 采用了新款SFDB周程 使得其最高风价达到了66.17CFM 噪音也只有22.6DB 利明为散热器的风扇提供了6年的质保服务 我又忍不住看了一下狗东售价 单风扇售价80元 两把风扇外加一支TF7导热硅脂 好家伙 直接回本 散热器主体白送 散热器主体采用了双塔结构 每侧都有6根6毫米导热管 单侧贯穿了53片 全铝导热器片 有效散热面器可达9600平方厘米 157毫米的高度 也能兼容大部分的机箱 主体两侧均做出了内存避让设计 可以兼容常规的2插槽4插槽内存插满 上方的空间预留充足 即使你是超高内存 也可以完美兼容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款PA120搭载了AGHP逆重力热管技术 解决了在主板平放时 以及正常装机时的重力影响 双爬 双风扇 六热管 逆重力 全电路铜管 传飞工艺 金庚微雕同意焊接底座 解决的外表下是不凡的实力 安装过程也非常简单 先来介绍一下基本配置 哎 这次可不是老朋友 TUF的Z490 Plus高达版 搭载一颗Intel的i9 10900K 10核心20线程 动态加速频率5.3GHz 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装机 Intel平台的安装方式 还是非常简单的 将背板放置在主板背面 用罗柱固定住背板 就可以轻松的固定扣具 不用担心背板掉下来 撕掉底部的防尘膜 涂抹导热硅脂 固定散热器主体 将风扇扣在主体上 连接原装的一分二线材 再连接主板的CPU fan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散热器主体向左偏移了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 你完全不用担心散热器的棋片 会刮蹭到你心爱的显卡 总觉得单侧它一个 感觉有些单调 我们为它找来了两个对手 一个是一代经典 九州风神大双塔 另外一个则是旗舰双塔 猫头鹰D15 大双塔还好 D15的价格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在价格方面 PA120和大双塔更胜一筹 安装方面 之前我们看过了 立民的安装方式 大双塔多了一根压杆 安装起来就麻烦了一些 猫头鹰就不用多说了 一如既往的简单 安装便利性方面 立民和猫头鹰不相上价 打成它垫底 立民以219的价格就能买到猫头鹰的便利性 我个人感觉比较实惠 性能测试为了更接近于正常使用 我们这一次把它装进了机箱中 毕竟你是要用来测试风冷的 怎么说风道也要做一个 我们选择了ROG的太阳神机箱 原装自带4把140风扇 并且机箱空间够大 散热兼容性极佳 我们还在顶部的冷排支架上 安装了3把猫头鹰NF-F12 用力构建风道 为了接下来的测试需求 我们这里介绍一下显卡 ROG的Strix RTX 3070 相信这个型号 已经能够满足这个价位的常规需求 那么就话不多说 把我们的10900K装进去 跑一下性能测试吧 我们这次主要测试三个方面 FPU 10分钟的温度 平台双烤的温度 盖上测板时的噪音 盖上测板经过了6度测试之后 它们的成绩是这样的 立民PA120 FPU 10分钟 处理器平均温度62度 处理器频率4.6GHz 平台双烤10分钟 CPU温度70度 显卡温度62度 大双塔 FPU 10分钟 处理器平均温度64度 处理器频率4.6GHz 平台双烤10分钟 CPU温度72度 显卡温度62度 D15S FPU 10分钟 处理器平均温度64度 处理器频率4.6GHz 平台双烤10分钟 CPU温度71度 显卡温度61度 工作室环境噪音36度 立民PA120 贴近侧板噪音40度 大双塔 贴近侧板噪音42度 D15S 贴近侧板噪音39度 可以看见 不管是PA120 还是大双塔 还是猫头鹰 都能够稳稳地 把这颗I9-10900K 压在60多度 并且 平台的噪音也非常的小 即使同时加入了显卡的热量 处理器的温度 也被死死地压在了70度出头 如果你的预算不多 我个人推荐立民GA120 毕竟 虽然大双塔也是一样的效能 但是 我怎么总感觉 装进去之后 有一股莫名的廉价感 如果你预算充足 完全可以无脑上猫头鹰 本期视频 如果播放多 我们会再做一些千元风冷恒评 顺便看了一下整体的颜值 太阳神配风冷 也是挺好看的 那么 这三款 你们更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弹幕和评论 说出你的想法 如果你还有更好的散热 想让我们测试 也欢迎评论出来 我们抽空就会买来测试 如果你还想看更多的散热评测 请一定要点个大大的关注 顺便点赞 转发 素质三连 你们的支持 是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是盛某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